这就是登上国家地理的滇金丝猴 之所以称之为滇 是因为它们主要生活在云南的白马雪山上 那里方圆一百多平方公里的深山老林 一度是滇金丝猴的雪山乐园 但由于人们的乱坎烂乏 这个家园一直饱受威胁 动物园里的小猴子有围墙保护 似乎是幸运的 但人类与它们的隔阂 就在于那一道围墙的围墙 看看它们无辜的眼神就知道 小猴们的要求不高 需要的不过是一片安宁的栖息地 这是一只刚刚出生才几分钟的小藏羚羊 它静静地趴在河滩上 似乎在幻想着自己未来的命运 是这样 这样 还是这样 这些青藏高原特有的保护动物 一位皮毛珍贵 被称为羊绒之王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 藏羚羊羊羊皮肩在欧美非常流行 导致藏羚羊倒立活动猖獗 到九十年代中期 全世界仅存七点五万只 让福娃盈盈能够与同伴在西洋下安全地回家 任重道远 遭受同样厄远的还有很多野生动物 喜欢与汽车赛跑的藏野驴 厄尔多斯的遗忧 他们要么面临被捕杀 要么就要失去家园 回想一下 上次您看到野生动物是在什么时候 也许下一秒就有一种生灵灭绝 谁都不希望人类最后的伙伴 只能在动物园里见到